你好 欢迎收看12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县文化局举办第三届塞贝节活动 12月12号要登场 而今年规模更加盛大了 日前花莲拼布艺术家刘秀华一群人 特别拜会现场徐正蔚也送上活动请见 分享很多件美丽的拼布作品 也邀请现场的贵宾一起来感受拼布的温暖 迈入第三届由花莲县文化局办理的2020塞贝节活动 即将在12月12日周六拼来广场盛大登场 日前花莲拼布艺术家刘秀华等一行人 拜会现场徐正蔚并送上活动请见 现场也分享多件美丽的拼布艺术作品 邀请三亲及全国朋友12月来到花莲体验拼布艺术之美 今年在文化局支持下 首次串联全台 当天将与玉里同步扩大半里程国展 除了重现你来广场赛贝盛景 届时也将有500件拼布呈现 而当日上午也将从北冰公园多人披挂拼布 见走到你来广场 另外还有拼布艺术交流分享讲座 意卖拼布假日放式集 拼布DIY等活动 另外刘秀华老师也集结全台共计40件拼布作品 即一起在花莲县美术馆 举行看见台湾印象化拼布展 在美术馆中庭及二楼第二展览室 展出至31日子 开幕茶会将于12日下午3点和华联赛贝节 同步在你来广场盛大开幕 欢迎届时前往共襄盛举 记者长方夜华联市报导